再看到台中总坛先天峰龙胜道堂 为了让花东地区的患者在运送就医过程中 能够维持高品质的CPR 提升患者恢复自主心跳的几率 数号捐赠救护车一部 作为消防到院前紧急救护使用 有助于提升紧急医疗品质以及抢救人命 台中总坛先天峰龙胜道堂 为了让花东地区的患者在运送就医过程中 仍能维持高品质的CPR 提升患者恢复自主心跳的几率 15号捐赠救护车一部 作为消防到院前紧急救护使用 有助于提升紧急医疗品质以及抢救人命 过去一年我们把我们一整年法会的收入提拨 也做了一台救护车要来给我们预理 把这边来做使用 希望能把让地母娘娘的慈爱呢 然后慧哲我们分堂这个玉领 把花莲这个地方 老师听到这里就是 变相对学需要管管 上个话不说 好几天之后就来电 这辆拥有八腾宝格文的设计救护车 除了提升美观之外 高度反光性让民众在夜间能清晰辨识救护车 进而降低与救护车发生事故率 提升出勤人员执勤的安全性 我们花莲现在目前我们的救护车有37辆 我们的救护品质目前在全国应该是数一数多的 我们除了领布救护车上面 都有我们最先进的 所谓的十二岛层的一个生理监测器 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LUCAS 就是自动机内复苏机 另外还有一个电极器 那这等于是一个小型急诊室的设备 那如果说我们南京的乡亲 有碰到心血管疾病 我们会透过这些最先进的医疗设备 来替我们患者做出席的一个治疗 先天封龙胜道堂主药 季奉天父弟母 吴老天尊三教圣主等神明 平时热心未善公益 得知玉璃地区有救护车需求 节节各信徒的力量 并与消防局主动联系捐赠救护车 以及救护器材 救护车将配发花莲县消防局玉璃分队使用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